高球女将曾雅妮近来状况不佳 从之前的球后一路下滑到目前的第五名 不过台湾的赞助企业倒是轻易相挺 今天和她续签两年的赞助合约 希望雅妮能够没有后顾之忧 全力拼战早日再重返球后宝座 穿着红色球衣的曾雅妮回来了 尽管去年开始宁妮的成绩就不尽理想 甚至在今年三月让出了球后宝座 不过这都不影响赞助企业继续支持宁妮的决心 趁着宁妮回到台湾的机会 再签下了两年的赞助合约 妮妮也向关心她的球迷谈到了自己的调整状态 其实现在在打球就是跟之前那时候 我觉得当世界第一的时候感觉是差不多 就是想要打什么球路其实都打得出来 那可能就是成绩就是要再更有耐心一点 曾经高居世界球后 但是也经历了失去世界第一的低潮期 曾雅妮不断的在调试心境 得到的体会是不要怀疑自己也别太在乎成绩 现在目标就是只是想要赢冠军嘛 那我觉得赢冠军不管没有世界第一 我觉得也没有说 对我来讲现在没有冠军这么重要 就是会开始就是怀疑自己 那我觉得当你越怀疑自己的时候 你想要在球场上去发挥 就是更难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今年十二月的时候 去年十二月我觉得这个心态 我也就是一直慢慢的去调整 就是不要太在乎成绩 台湾运动员在世界各地拼成机 企业赞助当然是支持 他们走下去的重要力量 就算妮妮最近排名下滑 但是台湾企业依旧情意相挺 让妮妮没有后顾之忧 接下来的比赛 球迷都希望就像妮妮自己说的 都拿几个冠军早日重返球后宝座 连号报信徒优人郭贝鲁 警察报道